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市財經摘要 我是今天的主持方澤翹 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二大約早上10時左右 股市真是一般 甚至有股市已經先升後回 在二十天線的阻力非常大 大約二萬四千二百點 早市其實昨天是上升的 但到至今收市時 是倒跌的收場 今天承接美股的跌勢 今天已經下跌了接近二百點左右 去到二萬三千七百點這個位置 見到其實每一次去到二十天二點的平均市 現在港股的阻力非常大 要上坡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建議大家在二十四千一百點 二十天再有這個線 就進步減遲 我昨天也叫了一些投資者 一些客戶減遲 在這個位置一定要減遲 見到現在的股市大概 它在二萬三千五至二萬四千點 這個位置 今個星期都會在這個位置配合 要上升其實動力也不是很夠 為甚麼 因為其實美國聯儲局 會在星期四進行議息 其實見到上個星期 星期五公佈了美國十一月份的通帳 去到6.8% 是比預期之中高的 亦都是自1982年6月以來 最大的一個同比的增速 其實今次的CPI的增速 有理由相信 在聯儲局的 第星期四的一個會議的時候 也會減少買債的情況 其實預計聯儲局的議息 會公佈縮減買債至三百億美元左右 分別縮減了二百億的國債 以及一百億的按揭抵押債券 預計推算在明年三月 就會結束量化寬鬆的計劃 較早前預計在明年的六月 是提快了 為甚麼 因為CPI一直是這樣提升 以及見到美國的就業數據 其實亦都降到21個月的深低 新領的失業救濟人數 亦都出現下降 並去到52年最低的水平 見到經濟數據亦都這麼好 較早前 Omicron的變速變速 其實對美國的經濟影響 亦都非常之輕 所以預計經濟亦都會迅速反彈 CPI亦都會預期升溫 所以一定會是之後 可能會加快加息的步伐 所以大家都預計 其實在星期四之前 港股都會呆滯了少少 其實之後來說 在今個月月底之前 我也覺得港股都會維持在水平左右 不會有些大聲勢 看回今天的個股來說 今天領跌仍然都是一些內房 以及一些內地的物館股 見到世貿跌到接近6元的水平 大跌其實超過15% 很多朋友都問我 這個時候是否一個撈底的機會 見到最近來說 一些內房和一些物館股 消息滿天飛了 見到其實昨天來說 內地世貿的債價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見到在他們的一個債局 其實20世貿06跌幅超過五成 臨時被上交所已經停牌了 20世貿G1和20世貿G3 亦都分別下跌28.6%和24.5% 雖然世貿又衝出來澄清 其實他們對於這些恐慌性拋售 大家也有一個了解的情況 也積極跟一些內地的投資者偷通 但仍然未能止跌回升的情況 所以建議大家 雖然我覺得世貿要爆的機會 暫時來說也不是很大 但見到人踩刃的情況之後 千萬不要踏著角進去 因為其實好機會就被人踩死了 所以建議大家在樓有足夠的資金 暫時不要將資金放入一些內房股 有些甚麼股比較安全和直撥率比較高 最近見到700騰訊 見到其實它預計會派一個中期息 這麼多年來也首次 雖然中期息不會太多 但現在看到騰訊的增速亦放緩了 亦見到由一隻高速的增長股 變為一個緩緩增長的收息股 可以這樣說 所以來說 其實騰訊這次的派息 其實對於一些長期持股的股東 也有提振作用 所以在甚麼股價和買入呢 其實都是按照之前的 暴力加通道的上方和下方的位置 450元買入 接近不超過500元以上就走一走 暫時它還未能突破一些高低位 所以大家暫時可以留意一下這隻股票 今日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是Chill Media的頻道 之後有更多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各位 拜拜 謝謝 我們請來 多謝 我們請到 讓你來 我們請到 我們請坐 來 我們請坐 我們請坐